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有段影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今天恆子的走勢,恆子今天發了478點,收29385元,收了在3MMA和5MMA上面 亦有少許上金叉的信號,但仍是未金叉的 而且它這個浪呢,要看它這個反彈浪的結構 因為它更可能在這裡開始一個A浪,這裡一個B浪 然後由這裡開始一個C1,C2也可以 看看今晚美股會不會向下突破 那暫時的走勢呢,看看小時圖 暫時的走勢,現貨圖的STC還未四叉 如果這個STC做了四叉的話,有可能這個反彈有機會完 上面有少許的位置,看看會不會向下突破 89MA小時圖,89MA就有29500多的位置 也好看今晚美股怎樣做 如果今晚美股是有個大條整,可能一低開 可能這裡就做了四叉 可能這個位置看到頂也不頂 看看它的3分鐘圖 3分鐘圖,它由開始已經是一隻標上去 也沒有收過在5MMA下面 它沒有收過在5MMA下面,就不能看淡 那些是我們怎樣用的技術指標 就是這個其中一個看法 5MMA也很重要 看到它短線來看,看到一隻上去 它到這隻竹才收在5MMA下面 這隻竹之後,才是逢高體淡 逢高體淡不是任何一個價位都可以看淡 要等它有信號出來才可以看淡 這個叫做比較基本的一個 就是運用的5MMA,就知道 起碼要去到這個位置才開始看淡 它收在5MMA下面,就是這些位置 它遇到阻力,遇到阻力的話 它就做調整 調整就是由STC 在超賣區,超賣區,超賣區 就是超賣區,超賣區 就是超賣區 所以這裏就調整了大概200多點 就是超賣區 因為4小時圖的STC 也未有四叉 所以短線調整完之後 它還有力上 這些可能是反彈 也有權是反彈 也有權是反彈 就是這些位置 都有動力是反彈 或者是升穿頂鐵 也可以 所以這些就是短線的浪 3分鐘和它落 昨晚美股做好 看4小時圖 這裏就明顯做了一個 因為它的STC 它一個叉和一個叉之間 就是代表它完成了一個浪 就沒有說它是什麼浪 純粹一個浪完成了 看到它這裏是 到上面四叉 到上面四叉 到上面又有金叉 看看它的指數 它這下沒有破底 如果它是開始C1 C2 C3 跌下去這下 在它金叉之前 它就會跌穿這個底 它既然在沒有破底之前做了一個金叉 即是這個反彈還未完 就會分成一個ABC 做反彈 即是這裏是ABC 做反彈 昨天的影片只能夠透過美股 透過導致看到恆子 可能會再反彈高一點 就未能夠實恥 一定會有這裏反彈 因為昨天是沒有金叉的 這個位置 它沒有金叉 所以很難確認到 它這裏有一個實井的支持位 因為它要做了金叉 才有一個有效的支持位 才可以拿這個支持位去做止洩 才可以看好 這個位置 就算到了今早的凌晨2點 都未金叉 因為它是4小時 應該到早上6點 這個位置就金叉見了 當時就知道 應該有一個 發ABC的走勢出來 現在它準備 有可能是做死叉 所以這點要留意 這裏如果一出現死叉 這個反彈就可能完 反彈一完 就可能會跌穿底 就是這樣看法 這裏有個圖表 這個就是凌晨2點的時候 在群組發 看到當時 因為它都保持著 它沒有跌穿這裏 這個陰竹的底 然後又出陽竹 出陽竹 然後它的快慢線開始有點收窄 感覺上有點想做金叉 即是當時都未能夠說 肯定會有這個反彈 只是發了這幅圖 因為如果這裏 這個金叉一旦形成了 就應該會是 走一個ABC的反彈 即是說會是ABC的反彈 這個是凌晨2點都未見到金叉 所以就未能夠說 好確實地說是有個C浪反彈 去到早上6點才看到這個金叉 因為現在4小時圖 還未有死叉 所以很難說它會不會跌穿這裏MA 看到有條89MA 4小時圖 所以也有可能說會跌穿這條MA 才會轉向 因為始終這裏還未確認到 看到它這個反彈 暫時是去到1比0.764 是有一個阻力在這裏 看到它收不到在上面 所以其實這裏也有機會是 反彈完畢也有機會 但如果它能夠站在比例上 反彈可以去到2,9,5,6,8也有機會 但如果它能夠站在比例上 如果4小时图收到5MA,即是黑色的MA,收到黑色的MA下面 这个反弹就有机会结束了,即是ABC就结束了,会跌穿底部 其实也有方法提早知道这个金叉的出现,只要看3小时图,有机会早些知道 有机会早些知道这个金叉 小时图就会比较乱,小时图会见到比较乱,只要观察哪个才是真正的底 看它每下跌下去那一刻,看到它再跌下去,即是这一刻 每下跌下去那一刻,它都要是没有破底,前面的底才会是真正的底 所以这一刻才是真正的底,要等它再跌多一下,没有破前面的底 再跌多一下也没有破前面的底,这个底应该是真正的 所以它这下跌止,应该是真正的,可以拿回这个位置做个CUT LOSS 然后向上看,15分钟图也比较明显 它在上去的时候看到它这个金叉 它这个金叉也没有跌穿前面的底 就是这个最低位 它这个位置也是没有跌穿的 就是高过前面的底 所以它一金叉就是向上看 它升穿了这个移动阻力 移动阻力也升穿了 它升穿了之后就是 到了这些位置已经是4小时图 已经是4小时图确认了有个金叉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ABC 透过量度大概是0.764 0.1比1的位置 最起码它都要等它 例如它在出阳竹 就没得看淡 直到它出阳竹才有少少讯号 再加上它15分钟图 它的STC是4差了 这个位置就有机会是一个顶位 如果想再稳定一点 就等它收到5MA下面 就是这些位置 先确认它这里是 这个顶位是实际 看到它在超过桌的地方 死差了 回到超过桌的地方 然后再上去 这下顶位 没有高过前面的顶位 所以也可以判断 这个位置有机会做了顶位 但是它这里有金叉 看到它这里有金叉 所以这里有机会 可能会有1,2,3,4,5 所以暂时来看 它要跌穿 它要跌穿这个底 或者至少跌穿这个底 就是这支竹的底 先看一看 因为它金叉了 金叉了是看上去的 所以短线15分钟图 现在的看法 其实是看上去的 有机会先翻穿这个顶位 那怎样才会是 比较看得淡呢 它要跌穿这个 因为它刚刚做过金叉 它要跌穿这个底 这支竹的底 比较近 就会更好做 如果要跌穿这里 才会是看淡 那这里有200多点的中间 有200多点 所以这个位置会有点好 但是它暂时金叉了 所以短线也是看上去的 先看看道指的走势 道指 咦 昨天就是分析了小时图 这个 就是这里的调整浪 昨天就说到这里 不是很像一个五浪结构 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平台浪 ABC 这样 这样 会跌穿 最后就跌穿了 然后 数浪方面 其实这里就不太像 虽然说这里 如果透过量度 其实这里 就 偏向是用一个1-3浪 即这里加上1-3浪 这里是4浪 然后 这样量度5浪 可以去到哪里 就比较像是这样 量度的 但是如果是数浪 要跟随的规计 其实这里就像是一个1浪 这里像是一个1浪 这里像是一个1浪 这个是2浪 它现在3浪 它1浪似乎延伸了 它3浪 起码要跌 收回5浪 才确认 这个比较难说 可能3浪在这些位置做完了 亦都可以 总之 现在就是4小时图 如果收回5浪 就可能是这个浪 的完结 起码要收回5浪 才确认到 如果它一直都不收 这个浪 也可以 如果用日线图去看 它就看到是3,4,5 5的1在这里 5的2 现在是5的3 如果小时图 就是这样看 一线图就是这样看 看看两小时图 如果用两小时图看 它现在1-3浪和5浪比例 看到它是3浪 在这里面做了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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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浪 在这里面做了 这个位置是4 5 有机会在32549 这个位置做 做5 因为它已经站稳了0.320 所以有机会去买 0.5 这样 如果看回 它里面的浪的结构 那就 差不多了 看到它里面 看到它里面 最后这个浪 1-2-3-4 应该都5 差不多了 接近完 这个浪 如果这个浪 这个浪 这个浪是5浪 看到是4浪5浪 它是1-2-3-4-5 即是5浪 即是5浪 里面的5浪 都完了 这个浪 可能会跌穿 4浪底 可能会跌穿 4浪底 但它暂时 2小时图 也没有收到 5M 下面 也没有跌穿 4浪 即是4子浪 1-2-3-4-5 也没有跌穿 4子浪底 所以很难 它是 未有确认信号 即是未有确认 今晚再观察 看看上证指数 看到上证指数的走势 比较利好 看到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的快慢线 我看到下载负数 下载负数 就是下载负数 然后它 調整了13日 日线图 最低位是13日 有点的看法 至少也會做反彈,看一看反彈現在的比例可以去到哪 如果上陣指數有一上,美股也有一上 下位是3482,即是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才再下 因為他已經站穩了0.236,也有可能是回一回再上才再下 如果這裏是見底,會不會再破頂 如果再破頂,美股也會做好,導指會比較誇張 看一看導致,拿到月線圖的位置去量度 看到他拿到最低位去到這裏 然後再和後面那段浪去到比例 看到他去到1比0.618,是32466 看看他到了沒有,差十幾點 即是說今個月有機會升穿,升穿了之後通常都會受阻 要留意金,因為他始終是黃金比例,還要是1.618 所以這點也要留意,32466,即是32467 可能升穿一下又有機會開始回 這個是1比0.618的比例,所以阻力也會大 用這個位置去量度,如果用這個位置量度又會怎樣 如果用這個位置量度,還要有1400點空間 比較誇張,達到33800多 似乎轉向的位置,不外乎都是這兩個位置 不是說轉向,只用大調整 因為去到這些位置,由高位調整下來,應該的幅度也會大 差少一點,這個32466 其實都差幾十點就到了 這個就是暫時看第一個阻力位 這個位置也似是會產生阻力的 如果不是下一個位置就是33800多 這個就是導致的看法 看到他日線圖還未做四叉,還未做四叉 很難說他會這個量度升完 雖然上了overboard的地方,但他未做四叉,所以未確認到 日線圖還未確認到,導致是做一頂 至少STC要死叉,才能確認到它做一頂 看看黃金的走勢 黃金,昨天也看到美元指數也是偏弱的 還有數到下跌5浪,所以會調整美元指數 黃金就有反彈 反彈已經去到企穩了0.382的比例 就是這一浪 拿回這一浪去看看反彈 現在下一個位置應該是1746 即1747 也有MA,除了比例 也有89ma,藍色這條 看看這條MA會不會產生阻力 可能會這樣 可能會這樣 ABC 然後又會轉向 有機會是這樣 即是要去到1747之後 就要注意一下 注意短線移動支持有沒有跌穿 去到1747之後 或者打中這條MA 都要開始留意 留意那個轉向的 看看會不會轉向 看看會不會轉向 看看美元指數 見到4小時圖 走一個C浪 ABC 那已經是STC 是oversold STC是oversold 也是做了一個金叉 看這個金叉有沒有效 看這個金叉 要看小時圖 才能找到 究竟哪個位置是實正的 小時圖暫時還未看到 要看10分鐘圖 這個調整浪 剛剛才能找到 10分鐘前才能找到最低位 這個最低位有沒有效 看到10分鐘圖 都準備站穩 5MA 暫時看上去似是有效 暫時看上去似是有效的 這個位置 暫時看上去似是有效的 這個位置 只要沒有再跌穿 就有機會見到底 如果它是這樣上去的話 應該股市又會差一點 美股今晚開始做調整 也有機會 有機會 日線圖 試了這條 144 上去之後 試了如果其得翻穩 有機會再上去 這條155 也差一點點 碰到55 所以可以保留一點點 看看會不會再下一次55 打中55才能站穩 都可以 留多一點點 去到那些位置應該會有支持 應該會有支持 如果打中有機會轉向 就是這樣看 看看原油的走勢 這個原油 看到4小時圖 就是正在做反彈 昨天也說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A 應該就是一個A浪 它看到 MACC在收縮 所以也有一個反彈 反彈應該差不多完 等它這個死叉 確認 反彈看到4小時圖 這個反彈 就有機會完 再做C 要注意它沒有收在5mm下面 也不能夠轉淡 看到還是站著5mm的 那條5mm的 黑色那條5mm的 還是站著 然後它的STC 也還沒有死叉 所以還沒有看淡 沒有一個確認的轉角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 還沒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歡迎加入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